這個幫忙 讓三萬以後 沒一條的聲音 讓三萬以後 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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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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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全部刪除五百萬元預算 和反對刪除預算的 市議員護槓 擦槍走火 雙方情緒一度相當激動 而聽到喊出要動用表決 雙方更是吵成一團互不相讓 這兩人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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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因為基隆市長謝國良 希望舉辦基隆最佳壽司大賽 帶動基隆觀光 以及相關魚貨類周邊食材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除了我們既有的海鮮餐廳以外 我覺得我們應該 要有建立一個藍海的概念 要打出一條新的產品線 那基隆海鮮又是我們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說 尊重議會 基本上對於海鮮的一個 對於這個壽司的一個活動的 一個預算的考量 但是明年度 我想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是先活動後扶植 所以我明年度還是會繼續去推出 具體的預算 就像我們現在在扶持24小時書店一樣 我們明年也會針對 真的希望基隆的創業青年 或者是有一些民店 要來到基隆去開壽司的分店等等 那這些主要是 給這些來創業的人用 像大的連鎖壽司講真的 他們也跟這些 並沒有最直接 跟這些未來的補助創業 也沒有最直接的關係 那我們在做這個比賽的時候 也不是為了這些連鎖做的 是為了一些有特色的 比較小家的店 為了要推廣他們而設 我們可能在眾多的獎項裡面 會留一樣給連鎖的 比如說你說壽司狼 葬壽司 什麼哈馬之類 大部分我們的獎項 還是要留給這些基隆的創業的 這些青年 或者是有一些特色的師傅 他們就是想要在仁愛市長 在基隆的哪一個地方 開一個有特色的壽司店 然後慢慢把它拼湊成一個 基隆的海鮮壽司地圖 有些是海鮮 有些是壽司 但這都是我們的競爭優勢這樣 因此由市政府官銷處 編列追加預算500萬元 不過基隆市議員 對於舉辦這類比賽意見不同 反對的議員建議全數刪除500萬元 因為擔心會有食品安全的問題 以及壽司跟基隆沒有什麼特別的歷史淵源 我覺得我們應該辦海鮮大賽 壽司大賽坦白講 會不會有一些食安問題 而且會有一些這個 舉辦的場地上面 它的一些設備上 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成為 業者最大的問題 也會成為業者在這個保鮮冷凍上面 最大的考量喔 這個溫度的控制 整個運送的流程當中 我相信市長吃過壽司都知道 壽司其實它台前就會有一個冷藏 冷藏櫃 為什麼 因為它的溫度控管非常的重要 十分鐘之內 這個生育片的生菌素 大腸桿菌素 長鹽胡菌 都會飆到最高 那這個活動你要怎麼辦 你有做好規劃嗎 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漸漸有一些 Nikiri Sushi 一些這個握壽司的這個店 陸續有開 沒錯 但是實際上真正跟基隆 有歷史淵源的 其實是Sashimi 就是日本時代 源流下來的 就是你的阿公我的阿公 年輕就在吃 吃到現在 吃到後來的 其實是Sashimi 不過贊成舉辦壽司大賽活動的議員認為 謝市長剛上任 舉辦壽司大賽有什麼不好呢 不應該什麼預算都要刪 應該給謝市長試試看 之前林佑昌前市長剛上任時 市議會也是全力支持預算 讓他試試看 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 所以有一個國際觀 或許有的認為說 拉麵也不錯啊 或許什麼也不錯啊 義大利的披薩也不錯 什麼也都可以啊 但是既然今天市政府已經鎖定說 現在國際上對壽司是普遍的認同 而且是可廣受歡迎 我想我們一個國際一個本土 我建議啦 不妨就讓市政府放手去打拚看看 因為食材的保鮮度 還有食安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議員都有提到 那我相信 既然有提出這個計畫 那我相信我們官銷處 以及我們衛生局啊 對於這個計畫整個周全啊 他們都有經過考慮啦 本席希望喔 這個必須算喔 大家這個同仁大家可以支持啊 讓我們基隆能夠行銷出去 所以呢本席呢是認為說 千萬不要刪喔 就如同我們以前一樣 我們相信呢 府會和諧 而不是呢 每天這個要刪 那個要刪 那市政府怎麼樣去做事情呢 我們希望說呢 給市政府最大的支持 提醒大家喔 您就讓市長能有多重視 你知道嗎 我們辦了什麼 和平島公園啊 跟沖繩島的共濟島喔 大家還記得嗎 辦的我們好兵 我每年也去看 那請問我們跟沖繩有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要行銷沖繩的美食服裝 有的沒有的 我們通通支持耶 不過雙方越講火氣越大 終於擦槍走火護槓 導致中途休息30分鐘 緩和氣氛 最後由市長謝國良 以及議長童子偉 分別和贊成 以及反對雙方議員溝通後 最後刪除100萬元通過 預算刪除100萬 第二點 請市府注意食品安全 並於本活動結束後 將成果效益分析報告提報本會 沒有意見通過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請市府ительно 請市府請會 請市府請請請